你是不是也想过呢 有没有可能呢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AI助理 一个呢会自动回应 听得懂你在问什么 还可以帮助你应付那一些 一问再问的重复问题 不用写程式 不用请工程师 你就可以让LINE上的聊天机器人 自己处理常见问题 介绍产品 回复服务资讯 甚至呢帮你撑住忙不过来的时候 想一下一下 有个AI呢 20小时在线上 讲话有礼貌 不会累 还可以秒回应 这样的功能呢 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做到 在今天这一集呢 我会带你呢 实作一个自己的NINE AI助理 你不需要写任何一样的程式 只要用免费工具 Mac搭配OpenRouter上的 GEMININE模型 快速呢就可以把NINE串起来 然后呢让AI自动帮你回复讯息 我也会从最基本的架构开始讲起 一步步的带你完成整个流程 不论呢你是想要做 客服小帮手 行销资讯的机器人 还是呢纯粹好玩 这一集呢都会超实用 Let's go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 是不透过自己撰写程式嘛 就可以来进行 AI跟NINE的部分去做连结 那我们要用到这个服务呢 叫做Mac Mac这服务呢 免费方案的传送次数呢 就有1000次可以使用 这个1000次我们待会在说明 它的计算方式 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如果未来你真的 使用量比较大的话 请你就付费使用也OK 因为它的设定方式 真的很简单 不用像网络有一些 教你去串接NINE跟AI之间呢 需要用到很多复杂的方式 我们今天只会透过Mac这网站呢 就可以简单的去连接 AI跟NINE的部分 为了让大家呢 更加可以同步去操作 那我们今天呢 会直接开新的帐号 真正从零开始 然后制作给大家看 好首先呢 在Mac网站呢 我们就先去登录 登录帐号部分呢 它可以选择自己创造一个 或者是用Google 用Facebook Github都可以 看你这想要用什么帐号去登录 这边呢 我自己选择用Google来进行登录 第一次登录呢 为了创建帐号 会需要填一些资料 还有一点点的类似问卷调查的内容 让我们一步一步带大家来看 这边有个区域呢 你选EU或是US呢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国家呢 当然我们就选台湾嘛 好接下来往下这边呢 会问你呢 是从哪里知道Mac的 那这边其实你都可以随便选 都没有关系 描述一下呢 你是主要是想要用来干嘛 你可以讲说我没有经验 这也没关系 他只是要做一下调查 然后你的组织呢 大概有多少人 然后你预计想要用来做什么东西啊 这个你可以大概随便填一下就好 没关系 然后就是往下继续 这边呢 可以不填 你直接按GetStart 好进到Mac的后台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场景 这边有一个Create a new scenario 然后我们点击它 来创建一个新的 这边呢 可以不用选择任何东西 你直接按右上角的XX 我们直接从新的开始来建立就好 好我们要开始建立第一个模组 第一个模组呢 Mac是用来先接收Night的讯息使用的 所以你先点一个 然后呢要选择Webhook 这边要选择Custom Webhook 第二个 建立完Webhook之后呢 这边呢继续点击建立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Webhook的Name 那你可以大概填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拿来做Night客服 那我们可以填一下Night 然后Webhook 自己输入一下相关的名称呢 会比较好使用 好跳出这种技巧提醒 可以直接把它Skip掉就好了 好输入完名称之后呢 下面就是IP的白名单 那这可以先不输入 我们再按Save 接下来这边又产生一个网址 你可以先把它按Copy下来 然后贴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你等一下再回来复制 也可以接下来第二步骤 我们就很快的 直接进入Night的开发者 好我们进到Night的开发者的 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要先登录 好使用Night帐号登录 然后如果你没有创建过 任何的商业帐号的话 也就是官方帐号的话呢 这边要问你要不要建立一个 那你可以建立一个Night商用ID 开发者名称 你可以先大概输入一下 比如说我先输入自己的名字就好 然后你的email 然后同意 然后创建你的帐号 进到Night的开发者的管理界面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先创造一个Provider 这个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 比较方便记录的名称 比如说是AIX9 但我比较记得 我这个是用来跟AI来做连接 然后按Create 好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记得呢 左边呢 这个就是你的Provider的管理的地方 点击它之后 就会进到这样的画面 以后都还有机会再进来 这边我们要选择呢 是Create a Messaging API Channel 就是我们要创造讯息的API的一个频道 点击它 好这边会要求呢 你去建立一个官方的帐号 要记得 个人帐号是没办法只用API来串接AI的 只能用官方帐号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建立一个 Night的官方帐号来使用 好像我这边是第一次使用 它要求我进行简讯认证 我们就照它的步骤去进行认证 好认证完之后呢 这边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Night官方帐号 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Night官方帐号 你想要透过这个教学去结合AI的话 你可以往建立完帐号再去看 那如果你是没有用过的人 在这边可以自己建立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建立一个 阿汤的专用AI机器人 好一样我们要输入email 公司名称可以不输入 有这个绿点点的才有输入 分类你就大概输入一下就好 我先大概选择 好按一下确定 好这个你要不要勾选都可以 然后按完成 好这样就建立完官方的帐号了 接下来这个就是官方帐号的ID 你可以先用你自己个人的Night 去把它加入 比如说我刚刚已经先加入完官方帐号 我们先把它拉去旁边 等一下再用 这时候我们要前往管理画面 按下同意了解并继续使用 这边呢会叫你要做一些事情 不用管它按下XX就好 再来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可以先用你自己刚加入的这个 这个人帐号去跟他聊天一下 确认一下他可以收到讯息 没有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开聊天 这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官方的界面 你们看到上面有显示聊天 是关闭 点它一下 这边打开聊天 那他就可以跟你有互动了 接下来Webhook 这个呢也要打开 但是不能点击对不对 我们要选择开启Message API的设定画面 好这边选择启用 然后选择这一个 你看如果你刚刚开发者有注册好的话 会出现provider的这个名称 你选择刚建立的那个AIX9的provider的名称 按下同意 这个可以不填 按下确定 启动按下确定 到这边呢 他会出现了一个Webhook的网址 要填什么呢 我们回到刚刚Mac那边 这边不是有出现一个网址吗 这边我们按下Copy 然后它会复制起来 到我们刚刚那个画面 填上这个Webhook的网址 按下储存 好这样Line的部分呢 基本已经设定完成了 这边可以先暂停一下 画面先停在这里 先不要动它 接下来呢 可以再传讯息测试一下 这时候测试我们可以先看看 Mac那边能不能收到讯息 这边呢我们按Safe 回到Mac这边按Safe 左下角这边呢 Run Ones 对不起我这边视讯挡到了 就是左下角这里有个Run Ones 然后它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传讯息试试看 你会发现你传送讯息呢 这边居然没有接收到 这是因为我们还漏了一个小小的步骤 我们先回到呢 Line的开发者的管理界面 回到呢 这个Provider 点击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边呢 多出了我们刚刚的那个官方帐号 把它点击进来 选择Message API 然后往下拉 这边有一个Use Webhook 我们要把它打开 这样它才会透过Webhook 然后去传送讯息 以及接收讯息 下面这一个呢 也把它打开 这两个我们都把它启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Mac来 然后我们把它停掉 再点击一次Run Ones 再执行一次就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按下传送讯息 好你可以看到 这边确定呢 讯息是可以接收到的 可以点击这个Event 然后把它点开 这边有个Message 然后这边有个Text 这边是你在Line传送的那个讯息 表示呢 在Mac这边已经可以收到Line的讯息了 这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就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选择我们要使用的AI 但因为呢 OpenAI呢 它是需要按照讯息数量来收费 大家呢应该都比较喜欢用免费的 这边我会推荐大家呢 使用OpenLauter这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里面呢 已经有建立一些 免费可以使用的AI的模组 这边我们会往下来进行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我们先点击呢 Sign In 然后选择你要登录的这个账号 这边我一样用Google账号来做为范例 第一次使用这边需要你同意 好 这样就登录完成 登录成功之后呢 在右上角这边下拉选择keys 这边呢就可以按创建key 一个金钥 好这边我们是要用在Line 跟AI嘛 然后我们一样用这个名称 会比较好记忆一点 下面可以不用填 然后按下创建 复制它提供给你这个金钥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再回到Mac这个网站 接下来呢 我们在我们刚建立的这个Webhook的右边 点击新增另外一个模组 记得可以从来右边点击 或者你从下面也可以 好我们点击一个模组 这边呢有很多已经建立好的模组 如果你是想要使用OpenAI连接ChatGPT的话呢 就是选这一个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OpenLauter 好我们可以直接搜寻OpenLauter 然后这边就有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它 然后这边呢选择第一个创建一个聊天的 接下来再选择建立一个连接 好这边有没有要填入API KEY 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建立的这个API KEY 复制起来之后在这里贴上 连接名称呢 你可以看你要输入什么名称 比较好记 或者是你用它预设的也没有关系 这边我一样呢 输入个LINE XAI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一点 好按下储存 这边主要有两个地方要设定 一个是讯息 他要接收谁的 我们可以选择add item content 要怎么弄呢 content你就是点击它之后 这边可以选择在左边这边 在event里面 message 好这边有个text 好他就会输入进来 好接下来RAW的部分呢 选择user就好了 往下呢model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要用哪一个AI模组 来作为回应的模组 你注意一下他下拉其实已经内建很多 OpenLauter有支援这边AI的模组 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要选择呢 就选择后面有括号free的 依我自己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google的 比较干脆一点 或者是deepstick 他也是有免费的 那google有免费的就是这一个 2.5pro这个 或是3的1B 这个也是free 3的4B也是free 3的12B 3的27B 这边都看你自己的需求 就选择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模组呢 大概强项是什么 或是他的能力到哪里的话 你可以先透过CharGPT呢 去询问一下这些模组 你的需求是什么 应该选哪一个来用 会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选这个2.5pro的这个 这个呢 你之后随时可以来换模组 如果你有更好的模组的话 可以随时来这里搞定他 按下save 这时候呢 第二个已经做好了 我们先不去做测试 我们等一下直接呢 跟Line的建立好之后 一起来进行测试 接下来我们要在 OpenLauter的右边呢 再继续新增一个模组 这时候我们要连结的是Line 所以我们要最后再选择Line 你可以直接用搜寻的方式 扫掉之后呢 点击Line 好这边我们是要 送出一个回复的讯息 所以我们是要点击 第一个 Send a reply message 好一样我们要建立一个连结 这边一个Channel access token 这时候我们要回到 我们刚刚那个Line的开发者 这边呢 记得哦 在你刚刚创建的provider进来之后 一样Message API 往下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Channel access token 是这一个哦 不要误会 不要弄错 点击issue 它就会产生一段token给你 然后呢回到Mac这边 把这个token的贴上去 按下储存 好这边有一个 reply token跟messages 这两个要去填写 要怎么填写呢 我们先点击reply token 选择webhook的event 点开之后最下面这边就有一个 reply token 点击它 它就会填写进来了 再来第二个呢 是messages 它要去接收谁的呢 按照内容要接收进来的讯息呢 是文字 好这边我们就选择文字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文字要选择谁呢 就是open router那边去回复过来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 有choices 然后message content 点击这个content 它就会加进来了 这时候你就按下储存save 基本呢这样三道呢就已经完成设定了 它会先透过webhook去接收 从line官方账号就是别人传送过来的讯息 它会把讯息呢丢到open router 然后open router呢去给 比如说你选择那个AI模型 得到答案之后呢再传回给line 然后line呢就会送出回给你 透过这样流程呢就完成一个 透过AI自动帮你回复的机器人 好我们先完成到这里 然后我们先来先进行一个基本的测试 这时候呢下面按下储存save你的所有的设定 然后一样我们run once 左下角这里点击run once 这时候就开始等待你的讯息了 好我们可以开始送出讯息给他试试看 好我这边呢直接问问题好了 桃园天气 送出之后送出送出送出 他会这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这边出错了 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哦这个模组我们暂时不能选择它 所以我们可以来换一个模组 你可以按照他出了错误 然后去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一点就是丢给chop 然后让他去帮你解决 这时候我来选一个 我前两天好像测试是有成功的 一样是free的3-27b这个 我们来试试看 储存 然后再储存一次 然后选择run once 这时候我们再来送出一次资讯看看 这边他已经在执行了 有时候会慢一点 不同模组速度会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你看他送出之后 这边那也送出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也确实得到回复了 这个桃园的天气的部分 当你串接完这三个 刚刚一次性的测试也成功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让永久执行呢 我们这边先选择 立即执行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 delete all data 就是你原本就有的那些资料 全部把它删掉 这没有问题 然后按下delete 这边呢可以选择 要执行的这个频率 我们要选择立即就好 那就可以及时的回复 按下储存 然后这边呢 back到前一页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on 如果有on的话就代表呢 他已经及时的在执行中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传送讯息 简单的一下 hi 他会跟你hi 然后给你一些资讯 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 股票有没有推荐 台股 然后他这边就给你一些 AI评长也会回复的一些内容 目前为止我们就是完成一个 只是可以透过Nine 跟你回答的这个AI的机器人 那我们接下来要往进阶一点点 我们来做一些小改变 比如说你会希望这个AI机器人 在回复你的时候可能口气要友善一点 或是可以活泼一点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如何去限定他的条件 给他加上一些指令 这时候我们可以到open loud这边来 点击这个进入设定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在content这边 选择了这个讯息嘛 这时候我们不要去点击任何的项目 我们直接在刚刚这个设定好的后面 按下去之后 然后输入你是友善的回应机器人 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表情符号 回复活泼一点 不要加入markdown或html语法在里面 因为像是gemini呢他的回复呢 有时候会带一些markdown的语法 或是html的语法在里面 那你可以让他更干净一点 就可以告诉他这些语法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下save 这边储存之后呢 我们回到前页 然后确定他是on 然后我们可以再重新来测试一次 比如说我们来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看回答呢 他就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好你可以看 这次的回答呢 你看就变成这样子了 友善一点 然后有表情符号进去了 然后回答也比较活泼一点了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创建一个属于比较自己的这种聊天的机器人 你可以通过Nine就可以直接去回复 不过我相信这个只是针对个人的需求而已 只是玩玩而已 当然如果你是企业用户是电商用户 想要用这个AI机器人 来当做一些字式回应的客服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加码来告诉大家 我们要怎么利用这样的AI机器人 把它变成你自己专属的这种字式回应的客服 就比如说有一些字式回复的内容 其实在你的官网上都可以找到 或者是你本身就有很多内容资讯 是你很常在回复的内容 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些资讯 喂给这个AI机器人 然后让AI机器人平常就可以直接帮你做回复 你就不用一直回复相同的内容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跟刚刚的设定差不多 只是我们可以加个方式进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 首先一样我们要回到这个界面 是点击open out这个进去 好我们先把这个呢删掉 我们来创建一段语法 好如果你是想要把你的耐的机器人 变成AI客服的话呢 可以像这样子 你可以说是呢 你是非常友善的客服 其实一样 你就在这边把指令把它下好下满 那你要怎么去限定它要回复的内容 而不会随便回复呢 你可以说你只能回复这个网页上找到的资讯 这个部分呢 除了你给它网页之外 你也可以比如说 把你自己需要回复的相关资讯 全部打成一个google docs 然后产生连结之后 丢到这里来 记得要开放公开的权限 或者是呢 知道连结就可以检视这个权限 这么一来呢 它就可以去查看 你给它的资讯有哪些 那它就只会按照呢 你提供这些资讯去回复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讲说你就友善的拒绝它 回复的语言呢 可以按照对方传送的语言来回复它 这样你就变成一个多国语言的AI客服 如果真的不能回答的话呢 也可以告诉他 真人客服会在什么时间点之内回复 然后叫他可以留言 很快就会专人回复它的话 这样就有限定它了 它只能回复 这个网页上的资讯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会乱回复 OK 我们就按下save 一样储存 那我们回到前面要看一下 确认 有on了 好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测试 比如说我们 问一下刚刚的问题 股票的部分 我们刚刚丢的那个客服的网页呢 是有关于NINE相关资讯的 其实是NINE的资源中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不是问NINE相关的问题会变怎么样 好你看 他会说股票推荐非常抱歉 我能提供这个页面上的资讯 并没有相关股票的建议哦 他如果不是问这个页面上有的东西的话 他就会友善的拒绝它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限定客服 可以回答的这个规范 接下来往下我们来问一下 比如说NINE的问题哦 NINE要怎么转移聊天讯息到不同的手机上 我们来送出看一下 好你看他这边就提供你资讯了 这是在那个网页可以找得到的 他就可以告诉你官方说明 怎样啪啦啪啪啪啪啪的 所以呢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这些资讯没有帮助他呢 你可以按照他的时间点 然后真人客服可以回答你 其实这个你看都按照你的需求 你的指令直接回复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透过这种方式 为资讯给他 那他就可以按照你提供的资讯 以及范畴来作为你的AI客服 帮你做回应 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来回答一些 比较自事的问题 那我自己用下来测试下来 我觉得呢像是 作为这种AI的客服的话呢 我就选择免费的那些模组来使用 就已经很够了 唯一差别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呢 像是Mac这个网站呢 他有分方案嘛 那免费方案呢 他有一千次的呼叫使用次数 是每个月 所以你一个月呢可以叫一千次 这个一千次怎么去计算呢 比如像我刚刚传一次讯息 这样有三个模组要跑 就111 这样加起来就是三次 所以如果你是三个模组的话呢 每当有人问一句话 就会耗掉三次的次数 所以一千次等于呢 你可以传送三百次的讯息 那如果你真的呢 客服量有这么大的需求的话呢 其实就是付月费就好了 那就是很简单 一个月呢也不过就多个几百块 帮你节省很多力气 在回复这些自适应的问题 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你是不是没想到原来只要填一填 点一点 就可以把AI串进自己的这个line 不用写程式 不用懂后端 你只要跟着做 就能做出一个会聊天 会理解问题 还可以帮你回讯息的这个line小帮手 如果你也觉得这样的实作教学 对你有帮助到呢 欢迎按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要开启小叮当 还想要知道更多的AI教学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是阿汤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